大家好,这里是阿慧小熟良,我是阿慧 排骨不管是炖汤或者做红烧都非常的美味 每个人都非常的喜欢吃 但是大家一般在煮排骨的时候 都会先给它勺一下水 其实排骨直接给它勺水后 会破坏到它里面的组织 然而影响它的口感 神鹅会导致排骨里面的这个肉变得非常的粗 吃起来一点都不鲜嫩 接下来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炖排骨不粗不腥的简单状 简单营养又美味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我们先倒入两勺这个面粉 接着再把排骨给它捉拌均匀 让里面的每一个排骨都沾满了这个面粉 因为面粉有着一个很好的吸附作用 它可以把排骨表面的那些脏东西全部给它吸附出来 最后直接倒入盆子里面 用流水给它先洗干净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把准备好的这个松浆和葱白给它些片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白萝卜 我们先把白萝卜洗干净 接着再把白萝卜的皮给它削掉 然后直接把胡萝卜给它切成盐端 切好后我们记住要在中间给它再划一刀 这样子煮出来更入味 现在准备洗锅烧油 先给锅滋润一下 接下来倒入排骨给它扫一下 把排骨里面的水分全部给它扫出来 扫至排骨有点变色的时候 就可以加入薪水了 接下来再倒入松片跟姜片 放入葱姜 只要是能够洗到一个很好的气心作用 水开后我们再把这个葱白给它撈出来 姜片就不用给它倒出来了 大火烧开后再给它倒入这个高压锅里面 放入白萝卜 然后再倒入几滴料酒 这样子煮起来味道更加好喝 然后盖上锅盖 中火烧开 给它定时15分钟就可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些红枣 先把红枣里面的壳给它细熟出来 这样子小孩老人喝起来更方便 接着再倒入一把枸桂 前部备好后再把枸桂 红枣给它清洗一下 这个时候排骨汤已经熟了 哇 哇好香哦 接着再倒入一些食用盐跟鸡精 给它调一下味道 然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这个红枣跟枸桂 一起给它放进去 给它搅拌一下 哇 这个时候的汤真的是特别的美味哦 这样子简单的一份营养排骨汤就已经完成了 喜欢的可以收赏起来自己学一下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